喔 賈克斯跟飛啊 哇 五五波耶 哇 五五卡 哇 欸 這兩隻 大家都想看 哇 賈克斯看起來比較多一點 我們看一下齁 哇 目前賈克斯好一點點啦 基本上我兩隻都蠻想玩的啦 賈克斯這把就是出四魂之後出三 先四魂後三項應該蠻猛的 然後Y應該是先戰神後三項 兩隻都不錯啦 因為我覺得這把雖然三項出Jungo有點脫專啦 但是 這兩隻你只要早期我覺得不要太逆風 平絕情況下 但三項一出來那瞬間應該會很歐逼 應該會蠻強的 賣斑頭 好啦 投票網站 投票網站是在我客室齁 如果你沒有 你那個連結沒找到的話 你也可以去我的客室頭齁 如果你有進我的客室的話 重點 對啊 非愛出 非愛跟賈克斯這兩隻角色 除這版本出三項都算是 比上一版來 跟上一版相比 強非常多啦 因為對賈克斯跟非愛這兩隻 我們先不要談其他隻角色 我們先談這兩隻 為什麼這版本我會想要玩三項Jungo 為什麼會想要玩這兩隻 因為 這兩隻技能組沒有改變 但是三項的更動 讓這兩隻我覺得會變很強 主要是因為 這兩隻三項 他們拿暴擊 這兩隻對他們而言 暴擊屬性都是垃圾 就是 可有可無 就是 不太重要的東西 然後三下現在是犧牲了20%的暴擊 換來多了 25%的攻速跟 10%的CD 我覺得這樣的改動的話對這兩隻而言都算是大buff的 等於是 沒有了一個他們 不需要的屬性 然後多了兩個對他們而言都 非常重要的屬性 就變相變成這些需要出三項的Jungo 搞不好會有機會可以出頭天 但是我覺得 我是覺得這幾版本 一些出三項Jungo 收倫克很強 但是比賽應該還是沒人會用 但收倫克我覺得會非常的不錯 賈克斯 飛愛 應該還有人馬吧 飛絲我不確定打Jungo的飛絲出三項好不好 但我覺得飛絲感覺 飛絲Jungo 因為Jungo飛絲我不確定 出三項好不好啦 這我要再想一下 但對人馬 飛愛 賈克斯 這三隻來講絕對是buff的 對 還有造性 造性也是buff 但造性這隻角色我不太熟 所以我不太敢肯定 但是 照我講 造性出三項應該也對他也很buff 因為他上一半不外乎就先疊四魂 然後出三項 那個攻速很高的話對造性而言 他damage也是會提升的 因為W可以一直戳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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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戳 因為人馬 人馬 人馬 因為人馬多了10%CD啊 或許暴擊跟攻速對人馬而言 都算是 我覺得只有算普通啦 這兩個屬性對人馬而言都是 差不多 但是 多了10%CD對人馬我覺得還蠻有利的 因為人馬很需要CD啊 你三項都10%CD 人馬應該也是會變強 變相的歐拉夫跟藍寶也會起飛 為什麼變相的歐拉夫跟藍寶也會起飛 這兩隻不會出 藍寶不會出三項啊 歐拉夫 可能有人會出啦 但我不確定歐拉夫數三項屌不屌 好啦我們下場玩賈克斯好不好 目前看來是賈克斯的票數屌大飛啊 贏了100票 好我們先結束 我們就先 下一場就先玩賈克斯吧 前提是我有轉夠啦 搞不好等等就沒有轉夠了 好啦我們先別排好不好 我們先來 討論一下 我們先來討論一下 6.1有更新什麼東西 好不好 我們晚點再排啦 我剛好有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6.11版的更動 我覺得6.11版更動 改蠻大的 就沒塔我覺得變非常多 我把這個 該版更動的這個 給你們看一下 好我們先看一下6.11版的改版資訊 好我們先從這上面開始看吧 英雄青造型蒙面摔搖手系列 好啦這個就大家自己去 等青造型書再自己去買 我覺得那兒好可愛喔 然後蒙多就像個喜羊兒 呵呵呵呵呵呵呵 Folibail也蠻帥啊 蒙多看起來就像個智障啊 真的 蒙多看起來就像智障 好OK 好這是Skin喔 有了 大家自己去看啦 這三隻我應該要 這三隻我好像都不怎麼會用 所以跟我沒關係 你愛 你愛 你愛怎麼唸 我不會唸 你愛 你愛0402 3等感謝訂閱 然後 金豆人頭像 哇 買那個Skin有頭像喔 呵呵呵 好啦我就想買那兒的 我覺得那兒突然好可愛喔 啊這個智障 欸蒙多這個嗎 呵呵呵 喔這看起來比較不智障啊 這個看起來就真的很像智障 呵呵呵呵呵 OK 好我們再看 好這些都不重要啊 我們來看一下 美術圖的工具 我真的覺得 這美術圖的工具很靠北欸 我承認 奈德利奇美術圖 很正 哇 很騷 很迷人 尤其是這張 哇你們看看這個大腿 這美術圖 跟你們講我前陣子跟卡薩聊天 聊到了奈德利 我問他說欸611奈德利圖爆掉啊 我是覺得611的奈德利超爛 他跟我說 我覺得是有變差一點 但我覺得沒關係 只要有愛就行了 然後他給我貼 他貼了這張圖給我 然後跟我說你看看這 你看看這條大腿 這性感 傲人的雙風 我還是會繼續玩奈德利下去的 卡薩如此說道 OK齁 雖然奈德利611版真的是 砍蠻多的啦 但是奈德利神 卡薩都這樣說了 所以各位喜愛 玩奈德利的 朋友們 不要翻棄這隻角色啦 雖然我真的覺得611他蠻爛的 但每次的圖片好看倒是真的 真的都不錯啦 尤其這張真的很棒 沒有啦 人形卡薩不是貓啊 沒有真的是卡薩講的 我等等可以複製他LINE的訊息給你們看 啊不要啦 免得他是我賣他 好啦 不行啦 我們不能 我不能把我跟卡薩之間隱私說給你們 這樣對他 不好 或許他其實是個非常在意外界對他看法的人 外界對他目前的看法只是個宅宅 然後 假假 我不能給他再灌上 變態 聲勢 這些名詞 所以好 剛才那些說的話 就算明明是卡薩講的 沒關係你們就當是我講的好不好 不要再幫卡薩灌上其他的名詞了 他現在就當假假就好了 假假跟國民情人 這兩個稱號就好了 齁 算實際上他可能真的是個變態 聲勢之類的 但沒關係 你跳過他吧 抱歉我講完啦 欸 可以 欸 兩次工作可以忘記這件事嗎 不然 欸等等幫我把VOD刪掉好不好 抱歉抱歉 欸可以刪VOD嗎 我說錯話了 啊 對不起 可惡 好爽 好啦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面的跟動齁 這個跟動到底是三角的我看不懂 好我們來看一下平衡跟動吧 平衡跟動 就是冰川縫暴 欸這冰鳥 冰鳥會跟動應該是 聽說這隻角色在韓伯伍勝率期待 沒有在全世界伏伍勝率都 高得很浮誇 好像55%以上吧 55%還幾% 反正勝率很高啊 平衡 然後可能稍微改一下魔力 然後阿祈兒這點 阿祈兒這盤跟動我是覺得 雖然他算是砍蠻大的 但我覺得阿祈兒還是有人會出 他並沒有砍死 因為 他只是讓他點塔 他只有把兩點樂服 一點是點塔輸出 一點是 啊你可能自保你會稍微變差 但是 我覺得 雖然你們看起來 砍很大的 但我覺得阿祈兒還是會有很多人使用 因為他 他爆發 持續傷害 跟後期的輸出 主要就是他的傷害 不管是前期打線 還是他逃命能力 在前期都還是有的 然後中後期他的爆發還是有 不是他持續傷害還是 中路最強的 但可能會漸漸的被 維克特給 就是 有維克特你可能還是會比較偏向拿維克特啦 因為維克特現在還是比阿祈兒強 但阿祈兒這個Nurve我是覺得 並沒有把他砍死 有些組合有些隊伍阿祈兒應該還是會 使用他 出產率應該還是蠻高的 只是他 自保能力有稍微 就是他 就可能他位移能力沒變啦 但是他自保能力有變弱不少啦 對主要就是R的更動啦 然後我覺得W Nurve這個其實 有些情況下可能蠻麻煩 就是你 你這樣阿祈兒到塔下你就會變垃圾 以前就是你跟 你跟隊友一起去點塔 哇阿祈兒在W 戳一下 戳一下就 5分之1 6分之1 超痛 但是現在不能打塔了 所以在對方的塔下打起來阿祈兒就很像智障 因為W不只持續時間變短 然後你又不能打他 就是 推塔來講 阿祈兒會變差 但是 我覺得不管是前期打線跟中後期的會戰來講 阿祈兒一樣是屌貨 一樣很屌 然後酷奇 酷奇有buff啦 難怪剛才有人使用酷奇 算是小buff啦 影響不大 然後艾克這隻角色真的是他媽欠砍 他真的是欠砍欸 他砍蠻兇的啦 因為坦型艾克6.10版太扯了 他媽又硬又痛 有可以那麼硬 又這麼痛 空產又強 又跑得快 他媽打不死又 阿道 技師開始又飛回去 這角色太無解了 所以 砍得好 我該 但我不確定這樣有沒有砍死啦 因為我不走毛艾克 但我覺得要千殺千砍 砍得好 砍得妙 砍得刮刮叫 不然山路艾克更太強了啦 然後 可是中路艾克應該 中路艾克也樂福 但不會比山路 就是坦型艾克很慘 但 中路艾克 比較沒那麼慘 但都很慘 呵呵 只要是被動從3秒變5秒 這2秒差太多啦 你說其他招 我覺得調降Q的傷害 或是 R的傷害變低 W這個運有一點點樂福 但還好 只要是被動 被動砍最大 如果我覺得他今天被動別砍 只打Q1 打B1 只打 只砍QWR 艾克一樣是屌貨 但是這個被動一砍艾克就 掰掰囉 應該應該 沒人會用了啦 欸我不確定會不會沒用 但我覺得 不會是非被極旗選了 會很少人去用艾克 這刀很重 沒有吧 沒有還好 這被動真的差很多 以前那個艾克3秒被動一直砍一直錄一直錄 你就看他在裡面一直跑一直跑 這個跟動差很多啊 然後依羅伊這個我看不懂欸 我有想了一下 因為我對這隻角色不熟啊 現在所有出的傷害 應該會邊打 啊 啊 邊打 感覺聽起來 疼疼的 但我不確定 這應該是buff啦 但 我對這隻角色真的不熟啊 所以我們先跳過好不好 不予置疲 這可能要問其他main的 我那時候看改版資訊 我看伊羅尼的 這麼多改版資訊 這麼多的話 這麼多的字 我從頭到尾 開了兩個字 好啦那兩個字我都不說了 我們跳過 然後賈克斯 賈克斯buff啊 就是這個被動以前的時間到他會直接從八成變零成吧 小buff 小buff 這是念Mayor嗎 李Mayor 新乾爹感謝訂閱 然後賈克斯我覺得這版本算是 我覺得這版本真的是垃圾 太爛了這角色真的太爛了 然後這次改版我覺得賈克斯應該有機會稍微抬起頭一點 不管是 上路 還是jungle 應該都會使用率會慢慢的提升 主要是有兩個跟動 這被動算小buff加上三下 三下人對賈克斯來講的buff 我覺得算是很巨量很大量 所以整體來講賈克斯 應該會變強 然後使用的人會變多 但是神奇的是 發生你們知道嗎 賈克斯他媽咪咪變強了 但他的勝率 聽說比6.10版還低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一堆雷不會玩賈克斯 然後 覺得賈克斯變強了 然後就去玩 然後很廢 所以勝率才變低 但賈克斯應該會 越來越多人使用 尤其收倫克我覺得應該不錯用 他變動是六成嗎 喔抱歉我記錯了 不是八 呃 我也是八成 抱歉我記錯了 是六成嗎 然後再來進爪 進爪 扛了兇 但 還可以用 我覺得進爪還是一二線啦 就是 他主要是nerf他Q Q就是 Q卡蠻大的 就傷害扛很多 雖然你被動印記會增加5點傷害 但是我覺得 你今天進爪 平局的情況下 你傷害真的扛很多 然後 你這個印記真的沒有這麼好跌 真的是非常難跌啊 所以Q你就把它加下 你就想像他就是 傷害扛非常多 因為這印記真的沒那麼好跌 然後一的緩速還有傷害又稍微下降一點 就整體來講 只是調降 進爪的傷害啦 並沒有砍死 我覺得進爪還是比賽 跟soul rank出產率還是很高 他現在我覺得還是有些人會ban 進爪還是很強 稍微nerf而已 還是很多人使用 因為 他的傷害 雖然nerf有許多 但他還是夠強 然後R還是算 一些 還是算 比較無法取代的大絕啦 R真的用得好 真的可以逆轉一些 逆轉一場會戰 所以我覺得 進爪一樣是 一線角色 然後路線 前砍 路線到底 這樣以後就會越來越少路線到底 因為會越來越少人玩 但是各位 路線砍這樣你們會覺得 剛剛我的路線被砍好多難過 但我要跟各位講一個 不幸的消息 聽說下一版要再繼續砍 聽說PB已經又動刀了 還會再動刀 所以各位玩路線 不要只覺得砍這樣就夠了 還會有更多的 更多刀砍在你們的 路線身上啊 好啦先講啦 反正路線真的太強了啦 6010版真的無解啊 最強的AD啊 砍活該 好啦下一版會砍 聽說 目前我聽說的 多道消息 有一個是 讓他被動第二下不能爆擊 哇 這刀可大啦 這刀好大喔 但是又有聽說他的R會變爆擊 他的R 可以爆擊 但是是1.5倍爆擊 但是 啊我忘了 反正反正 可能又再砍一刀啦 就被動第二下爆擊可能會不見 或是他大絕 有可能會多1.5倍爆擊 但是其他東西會被nerf 就是他大絕如果變成會有1.5倍的爆擊 那其他東西就會nerf 但是又很奇怪的是 路線這版最強的出傳 他媽就是鬼刀黑切 又很奇怪你知道嗎 那R又給他爆擊 反正就 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就 再看看啦 反正估計下一版 下一版還會再被砍啦 就這樣 黑人掰掰 好我們跳過 好啦反正 路線下一版可能有 好啦 可是路線已經紅 牆太久了啦 該讓他下去蹲一下 就讓他 消失在黑影之中吧 好這一版改這樣還可以用啦 當然 會變弱 然後冒開 小nerf 小nerf 還行 耐德力 我們可以跳過耐德力嗎 我真的不想砍他 我真的想耐德力 我就想哭啊 這森橋真的 我之前 開台有測試一版耐德力 應該有些人看過 哭哭 真的哭哭啊 或許是我習慣問題 我打法沒有調整 但是六等那個W真的是 六年前那個W真的是有夠爛 你這個被動砍了 這倒已經我覺得有點重了 但沒關係 我冷冷 但這個W我真的覺得有夠靠北 這倒真的會在耐德力變 真的我就變很低能 這個真的很低能 你知道以前 耐德力強在哪裡嗎 我們先不要討論蠻等 因為蠻等跟以前一樣 但是 你的早期真的被砍痛 以前你6等11等你反野的時候 你跳過去咬人 你1.5秒後你可以決定 馬上來 你跳過去 你1秒後馬上可以決定 你要拉掉 或是繼續追擊 哇 很猛 但是現在跳過去後 喵喵喵喵 然後沒了 你就在那邊發呆個3秒 打一套發呆個3秒 或是打一套後 你要馬上切圍人形態 丟他標槍 你不能跳兩次了 因為第二次追擊的那個CD太久 然後早期吃野怪 也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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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改蠻多了 然後6等後也沒有好轉很多 6等後還是2.5秒 還是差蠻多的 反正就是 我覺得扛很兇啦 但或許還可以用 我可能 我現在目前我玩一場 我覺得他很廢 但是 我再多玩幾場 然後再跟你們說 新的好不好 現在 ban他的人越來越少了 可以再講 ban他的人越來越少 然後他的勝率 也低很多 不過這點勝率太扯了 這點勝率好像55% 50% 好不好 現在改爛之後勝率 明顯的有變低不少 寒場 好啦 那你拜拜 然後雷姿雷姿 雷姿就 前二輔啊 不然太平衡了 斯文飲料卡啦 斯文這版本 幹斯文這版本 上一個版本 斯文真的打不動 我覺得這版本 斯文6.1還是很強 只是沒有6.10那麼誇張 這是念命區嗎 命區7 感謝訂閱 然後斯文就 小buff 欸小嫩幅說錯了 就 砍一砍 合情合力 不然3版本太強了 啊塔利亞 不錯 不錯 還是廢角 我覺得還是很爛 我覺得還是廢廢 感覺要再 要再改強一點 喔是命區喔 OK 抱歉抱歉 沒關係 又學到了 一點點英文 命區 感謝訂閱 微扣之 微扣之 感覺還好吧 有buff有nuff 解 解 小坎一點 就是手裡劍 更吃技術啦 一個手裡劍打到人不痛了 但是同時被多個打到 好像會比以前痛吧 中兩個應該跟之前差不多啦 但中 欸 感覺ad 我是覺得中兩個搞不好就比以前痛了啦 我不確定 可能要請人去計算一下 感覺中兩個就比以前痛了 然後 裝備喔 就是讓 給公 給ad一點 福利吧 半公術鞋太廢了 太貴了啦 800塊 本來只能買到38公術 真的蠻爛的 然後五術鞋 我覺得三術鞋 會越來越少人用 欸 三術鞋真的越來越爛了 他真的越來越爛了 我覺得三術鞋 我這版本如果我玩一些 Jungle的話 上一版本 你們可能會選擇出三術鞋 但下一版本我應該不會出三術鞋 我會比較偏向回去出人鞋或水星 因為三術改爛 然後人鞋改起來 然後水星上一版已經變比較好一點了 我會選擇 水星或人鞋 不會再選擇三術了 可能有一些吃跑色 跑色的角色會選啦 當然 大多數的角色我不會再選三術 W U Y U U U 新乾爹感謝訂閱 然後蛇魄我應該都只會選五術 我不會再選三術了 喔一個比以前一樣 喔結喔兩個差不多 三個就超痛 但結 我覺得這張結還是很強啊 因為 主要是水銀不能結他的大絕 人的AD哭哭 AD真的是哭哭啦 就是你AD今天你 會在你 你不要被結殺 你要嘛自己在虛弱 要嘛就是蛇魄在虛弱在你旁邊 你才有機會不會被結殺 但是 可怕的事情來了 如果結出了水銀 你要爆炸 就是你出水銀你沒辦法去反自己 但是 你唯一能躲過結大絕不要被他砍死 要嘛就是 Support 神保你 用西西或虛弱去救你 但是 如果結出了水銀 你還是得死 所以AD很可憐啊 就是對面選結你就 你就是 躲 躲遠點 躲遠點就好了 不然就你出金人吧 你出金人是唯一結 哈哈哈哈超級 好啦只能出金人了 我們來想一下哪些 好啦 那以後你就玩 你就玩易則瑞爾 或是酷奇 這些角色遇到傑比較不用擔心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出金人 你出金人比較不會被隊友槓鯭 呵呵呵 因為你知道很多技能是CAP的 好啦 你們真的以後 遇到對面傑 你們玩伊莉或 酷奇出金人 不要嘴我 不要做錯溫死焦的 我只是提出一個意見 如果你們真的很討厭傑 他媽每次都被他大死 我又受不了 那你就選擇伊澤瑞爾跟酷奇出金人 我相信 有些人應該不會罵你 有些人啦 啊 希薇爾不錯 希薇爾不錯 欸 你們有刀完希薇爾好了 以後 刀完希薇爾好 希薇爾至少不會被打到 我去看下去 刺針劍 我覺得這個 欸 他本身單向裝備是被改弱的啦 就是少100塊卻少15%攻速 蠻多的 但沒關係 我覺得 欸 接起來阿騎有點小nerf欸 因為阿騎爾會先出刺針劍 然後再合納斯之亞嘛 這樣的話 他 他 他剛 他剛出 刺 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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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刺針劍的時候 欸 他會比眼弱一點 我剛想說阿騎爾好像小nerf 但還好 刺針劍 這樣改的話 我記得有些角 有些Jungle 因為以前Jungle 如果你是上下Jungle 你 你的 你大多都是選擇先出小木槌 很少會選擇先出 環山刀 但是我覺得刺針劍這樣更動的話 有可能你可以 先出刺針劍 就是像賈克斯或飛愛的話 我想一下我會不會先出刺針劍好了 賈克斯我 欸 這樣的話想想 欸 你們覺得如果 等等我玩賈克斯或是飛愛 好 我來 我自己覺得刺針劍跟小木槌最好啦 你們會想先出哪一把 就是你回家有錢 然後你是賈克斯或飛愛 你是 你會想先出哪一個 我覺得刺針劍好一點 刺針劍或小木槌都不錯 刺針劍讓你打野怪更快 然後小木槌是 可能讓你Gank跑比較快吧 可是Gank來講應該是 刺針 小木槌會比刺針劍強 但如果是農野怪來講 刺針劍應該是比較強的 閃耀不好阿 其實說真的閃耀我覺得 比較 比較沒那麼好啦 因為你 刺針劍的話爆發阿 其實你 你需要的是持續傷害 持續傷害 刺針劍跟小木槌的傷害 應該比閃耀更高一點吧 因為 欸 除了你的角色本身AP 刺比較多 像賈克斯可能就可以先多 好啦 我也不知道阿 反正到時候再看看好不好 三把應該差不多啦 木槌是 好啦 我簡單來講 如果論尻野怪 刺針劍是三把最強的 然後Gank爆發 好 爆發閃耀劍劍最強 然後追擊 追擊能力小木槌最強 好 結案 掰掰 掰掰 好 這應該討論不出個所以來了 好 我們跳過 好啦 主要就是三向這個更動啦 我今天比較想講的是三向這個更動 這版本三向真的是 改非常多 他讓一些角色 哭哭 但讓很多角色 欸 對喔 閃耀劍 沒AP了 對齁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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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個十字 好 閃耀劍 最後出 好 結案 抱歉 腦殘了一下 好 我覺得 好 我們先來講三向齁 這版本 三向真的是 改動最大的 他讓一些角色 哭哭 讓一些角色 哇 舒服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齁 他主要就是 就是暴擊拜拜 然後CD跟攻速有啦 然後 對這些來講 比較 表示哭哭的 應該是 我覺得比較嚴重的是 GP啦 GP真的哭哭了 GP很長 因為他不需要攻速 他沒那麼需要攻速 但他也需要暴擊 所以 GP 蠻慘的 呵呵呵呵 好 不然GP哭哭齁 然後 被buff的角色 我覺得蠻多的啦 主要是 我們先從Junggo來講好了 Junggo我覺得是 賈克斯 菲艾 這兩隻角色算是 賈克斯 菲艾跟 造性 這三隻算是 buff比較多的 然後 人馬 對他而言不錯 人馬還有 三向菲之我不確定好不好用 主要就是這幾隻角色啦 尤其是菲艾跟賈克斯 因為對他們而言 暴擊的屬性就是 垃圾 可有可無 因為你其他裝備不會去選擇出暴擊 你從頭到尾就只有 這20%的暴擊 然後你又大多數 很多時間點 你疊攻速會大於你的暴擊 所以 暴擊對你本來 然後這些角色本來又會出三向 然後 但是 等於是那三向對他們而言 這兩個角色變得又更三一層樓了 覺得 喔 舒服 就很猛 反正我覺得菲艾跟賈克斯是 獲益非常良 非常好的 這樣的角色 造型聽說也不錯啦 當然 我對這角色不熟 所以可能要再看看 人馬的話是 本來人馬上一版本 你可能會選擇出寒冰或三向 然後你這版本 我覺得上一版本大多會選擇出寒冰啦 但 也有先認為出三向 但 這版本的三向我覺得 跟上一個版本相比 你多了這10%CDR 會對人馬更有利 因為對人馬而言 CD是最重要的屬性 暴擊跟攻速反而還好 你提高10%攻速 人馬就是變強 然後 然後 菲斯的話 Jungle我不確定出三向好不好啦 但也有一種是出羽境三向的玩法 應該 不錯 有機會研究看看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 AD來講 AD我覺得會出三向的 更動最大應該是伊德瑞了 伊德瑞爾出三向應該蠻強的 因為其實 我們上一版本最OP的不是 藍伊莉嗎 大家應該知道藍伊莉 藍伊莉 要的是什麼 要的就是他靠魔劍的那個增傷 就是魔劍的傷害 魔力來增加他的AD 然後用那個 魔劍的屬性來打 打出傷害 所以變得他不需要出任何一個暴擊裝 所以上一個版本 藍伊莉 通常不會選擇三向 因為對他而言 暴擊是個無用的屬性 他反而需要寒冰的CD 那個緩術效果不錯 但是三向 我們來寒冰跟三向比好了 我們先 先上一版的三向我們先不要討論 我們來討論新的三向 先三向來討論的話 你看CD跟兵權比的話 CD兩個都是20% 打平 然後暴擊沒了 那三向拜拜 那這無用的屬性就沒有了 然後 寒冰給了你額外的物防 當我覺得伊莉如果走位好 其實這物防 你也可以當作三向用血量去取代 然後魔力的話 三向也是有一點的魔力 雖然不多 欸三向這樣有魔力嗎 欸所以三向還是 還是有一點點微微的魔力 然後主要是三向的傷害 比寒冰高非常多 K21980714 7等感謝訂閱 真的我覺得 因為你們知道 寒冰之前不是被Nurve過嗎 他本來額外效果是 125%還150%的基本攻擊 但是寒冰被Nurve之後 剩100% 那被Nurve過之後 伊莉還是照樣出寒冰 因為寒冰還是很猛的裝備 但是這版本三向更動之後 我覺得伊莉的選擇更多樣了 如果你今天 比較想要傷害的話 我覺得你選三向 絕對比寒冰還屌很多 而且三向幹出來之後 那個傷害真的是很浮誇很扯 你可以秒人 超級痛 因為三向是200%基礎物理攻擊 超級強 而且你 你上一版本你可能寒冰 如果沒有應該說 你出寒冰的話 你可能可以一直緩速 可出三向的話 你跑超快 你風盾能力一樣強 你可以更有 靈活性的去追擊 或是來扭招 所以我覺得這版本 很多伊莉會從寒冰的選擇 變成三向之力 尤其是你喜歡高傷害的話 出三向真的很屌 那個傷害真的很誇張 就是出裝 就跟以前一樣 就跟你藍伊莉的出裝一樣 因為三版本伊莉如果你要出三向 你後來你可能會出後續的暴擊裝 就你可能出三向AE 因為你有暴擊 但是這個版本 你就完全設計暴擊吧 你就用藍伊莉的出裝 去出三向就好了 應該蠻強的 好好 伊莉大概就這樣 然後我覺得改動最大的 這次 勝率提高最明顯的 是一隻角色 是上路 各位知道是誰嗎 各位知道 哪隻上路現在他媽是外掛嗎 來來來 聰明的各位應該知道是誰 來來來 快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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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兩位四個觀眾們很聰明 現在的 大 美 伊瑞莉亞 一個字 神 現在伊瑞莉亞 勝率 up up 韓國高端每個都出來 在那邊 砍來砍去 砍來砍去 衝來衝去 見人殺人 見佛殺佛 伊瑞莉亞現在是神啊 現在很扯啊 你們 因為對伊瑞莉亞爆擊真的還好 但是 哇 這攻速的提升 這CD的提升 直接讓 伊瑞莉亞起飛了 現在他就是屌貨 現在 伊瑞莉亞你只要 出了三項跟隨便 你只要三項跟一件攻擊裝 兩件攻擊裝出來 哇 那個damage 一個急暈 掰掰 一個暈就死了 你只要被暈到 你滿血直接被一百零 然後 你之後你兩項坦 你兩項坦裝出來 欸 兩項攻擊裝出來 三項再加隨便一個 看你想出傻 都可以 隕落啦 甚至是智慧默認啊 都可以 然後 之後疊坦裝 然後看到ADAD 哭哭 真的是超重 欸打線一樣屌 真的是直接飛天 好啦 我覺得伊瑞莉亞下一版應該會被NF了 所以 三項BUFF了 所以我們決定 Riot表示 三項BUFF好多 所以我們決定 NF伊瑞莉亞 但是這個NF伊瑞莉亞真的是有道理 他現在真的很強 韓服高端目前使用率非常的高 然後 而且他不管是打誰 都很難出現 然後 甚至滾雪 滾雪球能力很強 你在現在被伊瑞莉亞單殺一次 你這條線可能就崩了 他本來就是這麼強的角色阿 所以很誇張 這個BUFF真的讓他出三項之後真的是妖怪 對阿 該NF伊瑞莉亞咯 武器應該是不會NF啦 所以 我們只能決定 砍伊瑞莉亞 特蘭德 特蘭德不錯阿 但我覺得特蘭德 其實特蘭德打伊瑞莉亞 我覺得還好欸 你忙碌被伊瑞莉亞 JUKE的阿 你今天開大戲 伊瑞莉亞其實蠻好拉掉的 他有機會拉掉 然後 特蘭德有人說 他出三項會變強 但我覺得特蘭德 其實他技能CD很久欸 他那個三項之力額外效果 沒有說這麼適合 他QCD多久阿 我覺得特蘭德還出 而且特蘭德出三項有個缺點 你就 你要出三項等於你要有兩件攻擊裝 但是大多數的特蘭德只會出一件 因為你特蘭德營地要有 九頭蛇 你沒有九頭蛇你推兵太飛 像個自殺在那邊地地地靠 所以你九頭蛇是必備的 但是如果你九頭蛇出完之後再出三項 我覺得你會變很軟 我知道Q蠻短的阿 但 好啦那我跟等一下說法 主要是 特蘭德如果要出兩件攻擊裝 我覺得 你會戰會比較弱一點 但是你可能單挑很強阿 但會戰真的會比較無力一點 這可能要請Main特蘭德再去 研究看看了 這我的理解是覺得 兩件攻擊裝太多了 一件差不多吧 活動不夠 活動我覺得不夠快 而且你活斗 你三項一定要第一個出阿 你三項太後面出其實 會沒那麼好 三項要嘛第一或第一 如果你先出活斗再出三項 可是如果你玉山人是AP的勒 你不出活斗的話勒 我還是覺得首選是海神埠啦 你要出三項可以 但是一定要先有一個海神埠 這樣有可能會太軟 這可能要請人再去測試看看了 我覺得兩個都出 單挑可能超強 超屌 但會戰會太軟 主要是因為特蘭德沒有位移技阿 我覺得他一件攻擊裝已經夠了 甚至有些特蘭德是 海神埠他也不會和善去耶 他就只出海神埠幫忙他對邊而已 連九頭的時候不會和善去 所以我覺得再給他出三項 當然收任可 收任可 收任可出的機會可能大一點 原理反而你就虐菜 單挑把童先打 把你鬥陣特攻上市 所以我們決定內服依瑞利亞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很酷 我以為那服依瑞利亞 是因為三項變強 原來是因為鬥陣特攻出來了阿 OKOK OK好好 反正三項跟動真的影響了非常多啦 反正台服還沒跟動嘛 有看到這個各位 6.11版你們怎麼做 在大家ban依瑞利亞之前 先多玩幾場 好不好 好啦還有哪些角色 三項可能會有跟動的 欸我們剛剛 我剛剛沒講到的東西 是散路飛絲 散路飛絲其實上一版本已經有人在玩了 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或許各位比較少看到阿 但是其實 上一個版本的 散路飛絲使用的人是 也算有 散路飛絲主要是 他會先出三項後撐彈狀 三項之後接火斗啦 或是 反正就是 三項後撐彈狀 有人會出 三項比較多人出寒兵 但這版本我覺得三項飛絲會變強 就散路的飛絲出三項會變強 因為對飛絲而言爆擊是幾乎零屁用的屬性 但是飛絲需要什麼 他需要CD跟攻速 你CD變高 因為三項版主要來講 三項版的散路飛絲 CD非常難撐 因為 你飛絲你CD只要調高 你1就可以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 但上一個版本的散路飛絲 主要是靠本身的坦度跟進場 你CD真的很難撐 你頂頭就10% 20%就極限 但是這版本三項更動 給他的CD 減免提升 還有攻速的提升 攻速提高可以W一直戳 傷害變高 然後冷卻也變低 所以這版本三項飛絲 我覺得會越來越多人去使用 三項賈克斯也不錯 因為賈克斯我剛剛講在Jungle了啦 我是有聽說三項賈克斯 我們先來講 三項賈克斯跟伊瑞莉亞好了 這也是同時出的情況下 我覺得不會有人去選擇賈克斯 所以三項賈克斯的出場率 我覺得會比較低一點 就跟飛絲和伊瑞莉亞比 我們先來討論這三項 我們先不要討論Jungle 我們討論山路好了 山路目前這版本 獸益比較多的三隻 山路角色應該是賈克斯 菲斯 跟伊瑞莉亞 這三隻 可是這三隻都開的情況下 同樣的技術來講 我覺得伊瑞莉亞和菲斯 比賈克斯屌 因為賈克斯這角色的機體 說真的我覺得比努力兩隻爛 懂了嗎 懂了齁 就是整個建築來講 賈克斯就是比努力兩隻弱一點 就是論 論 好 這三隻是差不多類型的角色 但是賈克斯就是硬生 比努力兩隻飛一點 所以我覺得 除了伊瑞莉亞被BAN了 然後你又不想飛絲 你可以 搞不好你可以去研究一下山路賈克斯 我覺得不錯啦 當然 有伊瑞莉亞跟飛絲 我會拿另外兩隻 山下你行啊 我出過 別出 可以出啦 但我覺得 你出黑切就好了啦 你出黑切好一點 也可以出過啦 如果你可以一直普攻A人的話 你一直想普攻A人 你有那麼多機會 你可以一直普攻A人的話 出三箱不錯 但我覺得 沒這麼多機會可以一直普攻A人 所以 除了黑切好一點啦 黑切好一點 給你爆 因為你可以用爆發去QRQ斬殺 應該會比三千強 欸 之前 我還記得 各位應該知道以前 山路不是有所謂的三大天王嗎 是哪三隻啊 伊瑞莉亞賈克斯還有一個是誰 我忘了 以前有所謂的 山路三本柱 就三隻 又硬又痛的角色 伊瑞莉亞跟賈克斯 還有一個是誰 欸我忘了欸 好像是 突然S3的時候 不是有山路三大天王嗎 哪三隻啊 NAR GADA VICNT0307 新安爹感謝訂閱 這怎麼唸啊 VNET喔 好我不會唸 VNET嗎 沒什麼 阿歐拉夫了 應該是歐拉夫了 好啦 喔我忘了啦 反正不重要 好反正我覺得 山路現在是 獨霸伊瑞莉亞無敵 好啦那我們就叫 我們就把 好啦我們就把 本來不是叫三大天王嗎 沒有之前是 之前叫什麼 三本柱 三本柱 山路三本柱 現在我 這次的三項改版 我覺得山路要更動了 我將它取名為 三項柱 就是 三項改版之後 獲得 爭議的山路角色 賈克斯 伊瑞莉亞 菲斯 三項柱 很好 好難聽喔 有夠難聽的 好啦反正我覺得 這三隻 山路會越來越多的使用 阿主要就 好啦我們三樣的話題到此結束啦 好反正如果你想玩山路的話 可以多多去研究一下 菲斯 伊瑞莉亞 還有賈克斯 然後Jungle的話 菲愛賈克斯 趙姓 AD的話 伊德雷爾 大概就這樣 其他我們也想到了 你們再自己想吧 我想到的這幾隻 我想到的是覺得這幾隻 改成沒有 好 好 三大天王還肥養臭臭泥 三大天王不在了啦 幫QQ 三大天王全滅 三大天王都死了 三大天王一一一 一一 壓一批三大天王 三大天王不在了阿 好聊天室 我們刷一波咕咕饅頭 這個 我給大家刷咕咕饅頭啦 讓你們刷好刷嗎好不好 這個一定要幫QQ阿 全被BAN了 三大天王 一隻全滅啦 三大天王 臭臭泥 養 台肥 難過他就死掉了 呵呵呵呵呵呵 三BAN給尊重欸 好啦 然後再來還有什麼 好啦主要就三向跟蹤比較大啦 然後智慧默認 智慧默認 智慧默認這個 我覺得智慧默認其實是一件被小看的裝備欸 有機會我會出好不好 就是有些角色本來不是你魔看中 會選擇出魔提斯深淵嗎 但我覺得有些可以改出智慧默認了 如果你的角色是 你想要魔看又想要輸出 但你角色可能比較需要攻速大約一滴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出智慧默認 別出魔提斯 我覺得這更動不錯 會讓 需要攻速型的 需要攻速又需要魔看的角色去選擇出智慧默認 而不是為了 我想要魔看但我又不想出全坦中 要去出魔提斯深淵 這改動我覺得智慧默認會 會越來越多人使用 寫說上路三向藍路珠蜜天操作彎拉秀爆全場 呵呵 八七阿 好啦我們現在是玩 囉齁是打囉 不是玩鬥爭特攻啦 好啦那我們就 稍微這次改版之境就講到這裡啦 反正解案就是 奈德利哭哭 然後三向OP 沒了 阿奈德利路線哭哭 阿奈德利路線愛客哭哭 就這樣 好啦然後我們剛剛